政壇焦點在台北市這邊的選戰來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所推出的 參選人 候選人陳時中的部分呢 其實陸陸續續他想要 用端出牛肉的方式 看能不能博得選民對他的支持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 真的這個廣告一出啊 反而是引起爭議了 為什麼呢 因為陳時中這個最新打出來的 他希望推出的政策是什麼 他說我們希望呢 給所有的公測啊 老百姓都有免治馬桶可用 可是呢 這當中廣告出現的這一幕啊 引起很大的爭議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跟網紅這個四叉貓來合作 但是他的合作方式是什麼 在這個上廁所期間啊 神救援啊 因為沒有衛生紙 好我遞過來一個免治馬桶 但怎麼樣 陳時中在上面 好像是一種偷窺狂的 這樣子的姿態跟角色對不對 所以這張照片呢 這張截圖出現在廣告的片段來說 雖然呢 他是想要試圖用比較輕鬆方式 創意的方式來呈現 可是實際上呢 可能是真的讓人感覺到非常不舒服啦 因為畢竟呢 你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真的是人家上廁所 你突然探個頭出來 這樣子可以嗎 好現在真的是直接被炮轟了 四叉貓本身怎麼說 他說性別友善的部分 我們確實都還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啦 而陳時中他本身呢 自己不一再強調 他說並沒有騷擾的意思 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表達歉意 可是這件事情 你用免治馬桶來當作政策牛肉 現在就被質疑啦 難道這個免治馬桶不用用水嗎 不用用電嗎 這個台北動不動就給你限電好等等的狀況 我們真的有這個本錢嗎 好再來還有什麼問題 很多人都說這個你要不要先改善說 衛生紙要不要丟馬桶 先來討論吧 還有就是說公測好就是這麼髒 就算你擺了免治馬桶 誰敢用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各方的說法 包含的是呢 這個陳時中他的對手 講萬案的部分 他就是維護的成本太高了 你必須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陳時中這次拍出這樣的爭議廣告 應該要出面道歉 好所以為什麼呢 為什麼講說成本太高 剛剛講到的可能要用水 可能要用電 還有什麼問題 萬一這管線沒通 你是不是還要砍掉蟲鏈 通通打掉蟲來 是不是有點不符合成本效益呢 還有呢 黃山山部分他說 過去曾經思考過公測 是不是更新免治馬桶 但實際上怎麼樣 維護管理難 所以呢這個真的是 華而不實的一個政策 也就是說現在推出來講得很華麗 講得很好聽 到時候真的有辦法做嗎 實際執行層面你考慮過了沒有 我們看到了在陳時中陣營的部分呢 包含的是陳時中的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 他們怎麼講的 他說難道議員可以在這個議會裡面使用的是免治馬桶 但是這個市民的屁股就沒有免治權嗎 用這樣子的比喻恐怕是有些也是讓大家來討論了 為什麼因為這恐怕就不是議員能用百姓沒得用的問題 不只是這樣 而是你真的在公共廁所裡面安了個免治馬桶下去 大家敢用嗎 好這件事情呢包含的陳時中政策的召集人管 你告訴我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他怎麼說 他特別提到了 他說陳時中很重視不同的群體 願意傾聽跟學習每一項都對症下藥 你看看蔡英文所說的這些話 他有針對偷窺這樣子的一個爭議來做發言跟評論嗎 並沒有 他是呢跳過的 他是避而不答的 這讓大家來質疑了 總統蔡英文他自己本身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用偷窺的當做創意這樣的行為 OK嗎 好所以這件事情呢 現在我們看到民進黨發言人林靜宜怎麼說呢 他說相信陳時中可以落實這個計畫 來提升北市公共廁所的設備 你覺得這個免治馬桶爭議 真的是讓民進黨史料未及嗎 現在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喔 媒體人黃陽明在臉書上面PO文他說 曝光了陳時中後援會LINE的群組截圖 他大酸啊真的是好溫馨啊 原來呢蔣萬哀黃珊珊降低聲量 全部都是因為陳時中外溢效應做得很棒 什麼內容帶各位來看一下 包含是呢我們可以看到有人在群組裡面呢 就說了他說免治馬桶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宣傳片 就是要這樣才有新聞點啦 有人就附後說了現在影片呢 給他修改一下更多人好奇他就會製造聲量 所以這個外溢效應呢是不是就很大 陳時中這個中間選民看到就會揶揄啊 影響支持度 所以就認為說難怪吃掉聲量了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操作手法 難道是本來他們就是已經盤算好的嗎 網友就說了這些人真的是預言成功啦 因為陳時中真的是聲量增加了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樣的聲量 負面聲量 陳時中這邊進血團隊政策小組的成員之一 他其實過去曾經喊過怎麼樣 他說不要把性騷擾當成創意跟有趣啦 但現在呢回列表好像打到自己人了 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因為呢這個過去喔 立法院前年因為在審這個監察院長 被提名人陳菊人士案呢爆發的衝突 而在當時的現場民進黨立委范雲呢 他就指控說國民黨立委陳雪生呢 是有用肚子來頂他涉嫌性騷擾 好這件事情呢就被他這一次再次的拿出來講說 國民黨你不要雙標 除此之外呢他也炮轟民眾黨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柯文哲來評論的時候 他就說陳時中是怎麼樣 明明是訴諸卻演成林志玲 好但是呢這樣子的一個比喻喔 也引起了一些女性的怒火了 所以范雲認為說呢 這一次用這樣子的一個言論來評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恰當 好所以他說怎麼樣直接喊話 他說國民黨民眾黨出來打球啊 然後另外呢這個身為女性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的柯知恩 他怎麼說 他說范雲錯失了當初的堅持 他說這一次陳時中廣告就是 把性騷擾當成有趣啊 這樣子的偷窺意境對女性的身心 就是造成很大的創傷 所以你不要拿其他的個案來講 這一次的案例 因為這根本就是兩件事 我覺得范雲營在很多時候 措施她當初過去的一個堅持喔 她過去就跟我說 不要把性騷當做是有趣的事情 那這一次呢 其實你可以看陳時中的廣告 就是把性騷當做有趣的事情 我真的必須要說對所有的女性來說 對所有的女性來說 對所有的女性來說 在廁所被有這種凝視偷窺的這樣的意境喔 對我們來說都是身心靈很大的一個創傷 我覺得陳時中與其是推動所謂的免治馬桶 還不是來推動反偵測的這樣的儀器 這對女性來說還是比較具有安全性的 那對范雲女士來說呢 從林志堅的事件我們就不斷的呼叫她 身為台大教授應該勇敢的站出來 那這一次呢 把這個對於女性的這樣子 特別是偷窺當做是有趣 范雲更是要秉持她過去的立場 應該勇敢的站出來 比如說不管是夜歸或者是上廁所 有一些陰暗的地方 其實女性呢本身呢就非常的擔心 我們也看到社會的一些治安事件 在一些隱秘的一些類似上 廁所的這樣的一個公共場合 能夠呢多保護我們的女性 那但是呢這個影片一流出 當然我們是非常的華藍 覺得說怎麼會拍出這樣的一個影片 表現的方式其實有點過頭 那再加上現在學校剛開學 那我相信不管在校園裡面 或者是說我們一般的工作場合 在性別平等性騷擾相關的一個議題上 我們覺得這樣子是做了一個不好的示範 你要選市長呢 結果你是你是用那種那種角度 用那種那種影片 讓人看的感覺 真的是感感不佳 對啊對啊 讓人感覺真的很恐怖 然後很噁心 這一次這樣子的一個爭議 也讓台北市長 聽人黃珊珊怒哼說 身為女性性騷擾跟虧視 絕對不屑兒戲 還指出這個影片其實有兩大問題 沒有尊重隱私 以及是遭壞了孩子 這個題目 這個應該是說身為女性 這件事情真的不能兒戲 我覺得這個當然他們是想 原來的內衣應該是良善 想要開個玩笑 但是性騷擾跟虧視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可以用兒戲來帶過的 我自己以前是台北市政府 新平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我也負責性騷擾的相關會議的討論 其實很多的這個都會造成別人很大的陰影 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影片他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他沒有尊重別人的隱私 然後第二個可能還叫壞了孩子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比較嚴重的 我覺得市長我這樣理解他的說法 他說什麼樣人要演什麼樣的戲 就是你不可以 就是你是小白兔你就不要去演老虎的意思 他意思應該是這樣 應該不是特別去歧視誰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我們沒有歧視哪 特別歧視哪一位 我想還是一樣的態度就是 你是小白兔你就不要去演老虎的角色 我覺得不用製造階級對立 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設置 他講的公共廁所不同的 像市議會本身有 那是市議會本身他自己有設置管理維護的他的權責 但是你說一般的公廁那是有很多是比如說 像市場他自製會要負責 你要還要尊重當地的管理單位 我覺得不要製造所謂的階級對立 第二個就是還是要做管理維護 各位免治馬桶可能可以有一些清潔上面的協助 可是你如果沒有清理的乾淨 他可能會造成管理維護的更大的困擾 重點在於我們提供一個無臭無味 然後乾爽的環境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這一次陳時中提出了公廁 全部換成免治馬桶的政見 結果呢被認為是把性騷當有趣 時事評論員羅友志就分析了 陳時中的競選團隊只會華眾取寵 看看日本德國是多麼認真在思考公共廁所的一些政策 各項的規劃那都是背後有詳細的數據在支撐者的 而陳時中卻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的臺北市長是這樣在搞公廁 花眾取寵然後拍性騷老片 你覺得這種人可以當國際第一 臺灣第一大都市的市長嗎 你要把他推向那樣 然後有一天世界各國報導臺灣的公廁 結果把這影片讓給大家看 還是你要看到像德國人家這樣 像日本人家那樣 認真的在做一個公廁的規劃 連數字都出來了 請問你做了什麼 你完全沒有數字背景 所以你看他的團隊 你可以想見都一群年輕朋友 只覺得好玩 你剛剛看到人家德國日本 你覺得好玩嗎 人家把它當一回事 因為這對相關的是觀光 城市的容壽力 老百姓有沒有福利 你要不要找廁所找到在那邊 我相信在台北市 應該還很多人找不到廁所 我講的沒錯吧 在台北市耶 這麼棒的一個都市 竟然我們還找不到廁所 你有經驗吧 我有經驗吧 大家都有經驗吧 人家規定 每五百個人就有一座廁所 人家這樣子在規劃 人家都市的公廁問題 你看一直放沒錯 這就是未來的台北市長 你會投給他嗎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